試著運算他這邊第一個是需要就是說 格式上面一定要是正確所以傳遞過去一定是85控一格 加後面一定要控一格上所以這個地方他沒有控一格的話 因為這個中間控格表示說你將來要切 那個就是要把它放在正列裡面的話是透過那個 那個空白去做一個分格 所以呢這個第一個格式不正確第二個這個才正確 那比如說你今天放了一個85加 切割來 切開來那總共會有三個東西 把這兩個加起來之後 的結果 所以這兩個相加最後是119 但是他要的格式是點零也就是說要伏點 的第一位就小數點的第一位格式要是正確的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說 85除以後面這個地方的話不能除以零 所以如果說今天是除的話 那不能為零 後面這個數字不能為零 如果為零的話呢 那就是要顯示 除數不得為零的這個訊息 那輸出之後 然後就跳離就不要繼續 做任何的計算 所以 為零 就是第二個那個數字 數字為零的話那就跳離了 那乘的話後面這個格式不正確 那也會顯示出不正確 那其他的話類似像這樣子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看好了 所以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第一個 一樣 我們這個地方需要做什麼 需要傳遞參數 比如說今天 假設我今天 建一個JVD 206 那比如說呢 就是輸入比較正確的好了 比如說加好了 假設我今天是85 控一格 加 然後控一格34 所以會有三個參數 那特別說一定要控格 如果你沒有控格的話 他無法辨識是三個參數 他會把它當一個參數來看待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直接執行 假設我直接執行 他會出現85 點零 如果是輸出的格式 這個是不是要全部點零 他沒有點零 所以變成什麼 前面的 格式 不能有小數點 後面才要有小數點 這個可能要再改一下 沒關係 大概知道邏輯就可以 OK 那我們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一樣 我們先右鍵 新建一個那個 這會讓你很 就類別 那特別注意就說 這個地方一定要打勾 因為剛好有同學忘了打勾 他就沒有這個 Static void 就是那個 那個那個方法 那個組成 組 組進入點 那個方法 沒有 那就 怎麼辦呢 自己打 OK 這個應該很好 應該不用背了 反正public Static void man 然後呢 傳一個什麼呢 這個一個陣列 記得那個陣列 那小 中光語你可以放前面 放後面都沒關係啦 不過 C sharp一定要放後面 放前面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建好之後 接下來做什麼呢 就是把 這個ark 讀進來 那讀進來的話呢 接下來要先判斷一下 if 如果那個 怎麼呢 讀進來的這個ark 這個參數 他不 不等於 3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標準一定是 85加 34 所以一定是三個 你不能有四個 也不能有五個 也不能有兩個 一個都不行 一定是三個 所以呢 如果他這裡面 讀進來的這個參數 他不是三個的話 那就要跳出什麼呢 跳出引述格式 不對 請使用如下格式 換行 然後這邊空一格 然後 就是把這個敘述給丟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希望 丟出這個敘述 敘述 比如說我今天給一個 錯誤的訊息 那他這邊的話 就會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把 剛剛的敘述 假設我今天 把這邊改一下 改成這樣 就是中間忘了加一個空格的話 那我把它執行 理論上就會跑 因為 他的參數 就會只剩下兩個 那當然不等於三的話 就會跳這一行 所以執行過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引述格式不對 有沒有 那這邊有個空白 換行 然後空白 格式就告訴他 所以這邊的話呢 裡面 就是 這個 這邊多一個換行 有沒有 這邊換行 然後這邊多一個空格 所以這邊多一個空格 然後 這個空格 空格 這邊一定要空格 所以如果 他這個 ARK裡面 傳過來 不等於三的話 那就先判斷 那反之呢 就表示他是三個 可是三個裡面的 又有個問題 到底他中間 這個地方 中間的那個 是 是加 減 減 除 運輸 如果他是三個 之後呢 我要去解決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中間這個 運算 這個運算只是 加 減 乘 除 會有四種 所以就是四則運算 然後這四則運算裡面呢 還會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如果是除的話 那他就 後面這個數字 不能為0 OK 所以我else 如果是他的裡面的那個 參數是三個的話 那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else 我就取得什麼 取得他給我的 他宣告幾個變數 這邊的話 不過 我這邊是宣告為Double 我們看一下題目 題目裡面的話 他好像都是整數 那題目裡面有沒有提到 是不是都啊 三個都是 我看一下 每一個 傳入三個因素 然後分別是運算源 運算值 運算源 那另外程式接收三個因素後 若什麼呢 兩個運算源為整數 那兩個因為不為整數的話 什麼 若兩個運算源不為整數 則 什麼呢 小數 點位數 以 這位多 這個 如果是兩位數 那是不是就取得兩位數 這個好像也比較 複雜一些 好 那這裡我想 各位先稍微思考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有四個運算 後面該怎麼寫 這裡面的話會牽涉到 所謂的多重判斷 因為 你怎麼知道 第二個 是加 用什麼方法 減 乘除 那除了加減乘除之外 反之 用其他的方法 輸出結果的話 看到的結果 就類似要這樣子 請各位先稍微把題目 那第一個就是說引述 如果是 這裡面東西引述不正確 或者是說裡面格式不正確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稍微 顯示一下這個錯誤 那反之的話 如果他是這樣有三個 那三個的話 特別注意 如果是三個 那ARG 裡面的0的話 是 勢必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運算值 ARG1 那就是 這個東西 ARG2的話 有沒有 就是 後面這個數字 運算圓 運算值 運算圓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只要判斷什麼 這個ARG1 就是這個陣列裡面的 第二個位置 那個東西 到底是加減乘除 哪一種 所以這裡面的話 會需要用到那個多重判斷 那多重判斷 在那個 Java裡面 你可以用 SWITCH SWITCH CASE 不過 其實 要我的習慣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用SWITCH CASE 因為 IF就可以搞定了 因為你在 最後做出來 結果跟SWITCH 不是也一樣嗎 那 IF的話 反正 他做法很簡單 怎麼做 第一個就是說 我先 宣告 總共是三個變數 都是Double 為什麼是Double 因為 他有可能 輸入是有小數點 因為題目裡面是沒有看到有小數點 不過有可能他會什麼 85.3 或者是34.5 等等的 會有小數點 那如果是你宣告成 INT的話 他會把小數點給 怎麼樣呢 就不見了 所以呢 這個地方我宣告為 三個都Double OK 那 第一個的話 INS就是最後的答案 預設值給他一個0 他剛好同學好像遇到那個 如果你沒有給預設值 他會發生錯誤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現在好像 只要是新的後面的版本的Java JDK都會要求有預設值 如果沒有預設值就不能過 OK 明像中 早期你不給預設值好像可以啦 不過新的版本是一定要給預設值 比如說後面這個地方等於0 如果你把它刪掉 剛剛同學好像發生錯誤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一個N 這個N的話指的就是我第一個運算員 然後呢 第二個N N1的話指的是第二個運算員 然後預設值都給為0 再來的話呢 用Double 因為它是宣告為Double 所以你用Double類別裡面的PathDouble 去做什麼呢 強制轉型 那當然 Double後面呢 原來如果在舊的版本用Value 也不會有問題 可是好像後面1.8以後的版本用Value 就會產生問題 這個可能要再看一下 好 那我把哪一個呢 Arg 0 0表是第一個 就是第一個運算員 可是85 把它丟給哪裡 丟給N 然後呢 第二個 指的就是 後面那個運算員 可能34 丟給什麼N1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85 34 那 中間那個東西是什麼呢 中間那個東西 實際上就是Arg1 有沒有 就是加減乘除 那我要怎麼判斷說 到底他放的是加 還是減 還是乘除 所以這裡的話 我需要一個多重判斷 那以後各位遇到多重判斷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if 先給一個if 對不對 if什麼呢 瓜糊嘛 一定是小瓜糊 小瓜糊裡面的話呢 放一個Arg1 點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那只要是一個字串 點下去之後的話 一定會出現什麼 一定會出現那個 點 一定會出現Ecos 所以你打個E有沒有 會出現第2個這個 就是Ecos Ecos就是說 字串的比對 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 數值的比對是等於等於 如果是 字串的比對一定是Ecos 如果忽略大小寫的話 那就是 Ecos 一個North Case 就不在乎 那這個應該我們 這個我想加應該沒有大小寫的區別 所以這邊的話呢 直接就講Ecos 後面的話你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 字串 就是加 那在這裡面的話就是一個加號 如果這個條件喔 這個條件是為True的話 那就怎麼樣 把什麼呢 ANS 這個的話就是說最後的結果 等於什麼呢 把 第一個運算員 加第2個運算員 把兩個加起來 再丟給 ANS不就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是85 85再加上34 他會丟給一個ANS OK 所以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再來的話呢 反之 所以如果說第2種判斷 那以前的判斷 會到此為止 比如說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判斷 那如果說你有可能有第2種第3種第4種怎麼做 其實我的做法是這樣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Copy一下 然後呢 你這邊打個else 空一格 把剛剛的東西貼上 這個中間的話加一個空白就好了 else if 然後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件 這邊把它改成件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第3種呢 就是 再把else 這邊 Ctrl C 放在哪裡呢 放在 你這個後面 這一行 else 其實是從這邊複製 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然後如果是什麼 如果是除的話 那再來就是乘嘛 所以加減乘除 但是這個地方呢 做完之後 我們 這邊 減 這邊 OK 做完類似像 像這樣子 就是加減乘除 你可以一直else 下去了 這個多重判斷 你可以做很長一串 那如果是減的話 那就把它減 這個應該沒問題 如果是除的話 比較麻煩 因為除裡面 你要判斷 後面那個 運算員 不能是什麼 不能夠是零 所以這邊多一個判斷 if N1 如果等於為零的話 那怎麼樣呢 你要給一個訊息 除數不得為零的訊息 所以這邊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有沒有 這邊會告訴你說 如果是除以零 除數不得為零 這個是零 對不對 除數不得為零的訊息 要print出去 而且底下就不會有結果了 就不要秀出最後的計算結果 所以 必須 輸出 除數不得為零之後 程式呢 就跳離了 就跳離 之後的話 記得 如果你後面沒有加這一行的話 程式會繼續往下跑 他會往下跑到這邊 也會把ANS的結果 給輸出去 就會產生錯誤了 我們不需要 所以程式到此為止結束了 結束的方法很簡單 早期可以用return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system 點什麼呢 點exister 其實很好記 離開 這個系統就離開了 不要繼續了 然後面的話呢 他會出現 就是說 你的狀態是哪一種 就輸入零就好了 當然你實在是不知道 假設你實在是不知道輸入多少的話 其實我覺得eclips很聰明 你一直時候裡面沒有傳遞任何參數 我不要移上去 他可以新增引述來配合 他自動幫你補零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Eclipse還蠻人性化的 有的時候會幫你自動 寫一些程式上去 就像你沒有預設值 他會自動提示你要加預設值 而且幫你自動加上去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為零就不要繼續往下跑 那如果 如果不為零的話 那就是把它相除 結果放在ANS裡面 反之的話就是成 成的話也是 放在ANS裡面 OK 最後的話呢 除此之外 也就是他也不是加 也不是減 乘除 的話 那就是else 就是告訴他說 請使用 因為他可能中間那個 不是用加減乘除 用其他的 那就跳這一行 那最後的話呢 都不是 反正就上面 如果正確了 那就把結果給秀出來 那結果秀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來試一下 我這邊直接執行一下 OK按確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格式錯誤 我這個地方我看一下 我是放什麼東西 這邊按右鍵 內容 傳個參數 裡面呢 我沒有放東西 如果今天是85 空一格 減掉 35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當然減減下來之後 應該這個地方 他會有 因為跑到減 所以減 把它一減掉 少一個空格 所以有的時候 這個地方 這邊少一個空格 OK 那他少一個空格 他就知道 因為你這個參數變兩個 就不對了 直接執行 沒錯 不過好像這個跟 最後那個題目裡面要求的 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呢 他這前面好像是 沒有小數點 可是我們這邊有小數點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樣可以把他的小數點 把它去掉了 其實 其實 方法很多啦 其實這邊的話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這邊是 行別是 Double Double一定會浮點 所以呢你怎麼辦呢 在輸出之前 反正方法很多 各位想想看 這個N跟N1 你可以在輸出之前 轉行為什麼 整數就好了 就搞定了 那怎麼樣轉 方法很多啦 你可以強制轉 或者用 Int Int 點什麼呢 Pass in 把它轉 然後再丟過來 OK 反正方法很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這題基本上 不算太困難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OK好 那大概 考試 如果你抽到這一題 你不要鑽六腳尖 大概寫這樣子 應該就算滿分了 因為我大概有看一下官方的那個答案 大概 但是他裡面好像有一個敘述有提到 可是他官方的參考檔案裡面 沒有處理到 比如說像那個 輸入是85.123 那是三位 那是不是後面要改成三位 這個部分他是沒有處理到啦 如果沒有處理到 那考試要不要處理這個東西喔 我覺得那個處理這個地方可能會 蠻麻煩的 因為他官方的那個東西沒有處理到啦 那理論上應該 評分老師應該不至於會碰那個分數 才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原則上 看一下那個參考的 答案裡面 應該到此 這樣子應該可以拿到滿分的 其他的話可能他再看一下他那個評分的 表格裡面 看看有沒有其他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他是說 接受三個引述 能夠運算出正常的結果 6分 其實 總分15分 然後 然後 可以除法 分母為0 這時候 產生錯誤訊息都有 運算值 這個也有 然後 引述輸入格式錯誤 顯示對應的錯誤訊息 這個也有 所以基本上大概都有做到了 哈 好 好 好